镜头转回国内来关注疫情 国内单日新增死亡人数 首度来到百例以上 中重症也增加到333人 双双创下新高纪录 从最新的数据来看 全台中重症死亡率 已经冲上了两成 这是很严重的一个状况 中重症死亡率更是一举突破了八成之多 专家认为会出现如此惊人的数字 是由于先前行政流程繁琐 看诊跟给药的时间脱太长 去年底疑似打疫苗 因为不良反应促世的冯小妹 遗体被扣留近四个月 至今仍无法下葬 她的母亲在前卫生署长杨志良陪同下 赴地检署案领控告卫福部 请求国赔五百万 杨志良痛批这两年多来 政府防疫慌强走板 赔上的是人民宝贵性命 有政府会折磨老百姓 这就是把所有的力气让你们去排队 每一次跟政府讲的 它都是严重的落后部署 基隆防疫困境 民众长来帮你 政府防疫失能 人民自力救济 民众党宣布成立基隆民众防疫服务小组 提供代为领药 送餐 帮店家申请纾困 和保单法律咨询等服务 立委邱成远质疑 基隆市三十六万人口 确诊比例高达百分之十二 全国最高 致死率也超过千分之1.02 全台名列第四 接下来中央放宽 互并比上限到1比7 恐怕将提高死亡率 加速地方医疗崩坏 基层医护苦不堪言 如果又身兼家长 得照顾停课的孩子 势必蜡烛多头烧 民间团体指出 防疫成功的基础 必须有良好的照顾体系当后盾 但医护 社工 教保及长照人员 请防疫照顾家没薪水 政府又不给后援 难保不会拖垮社会安全网 也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机制 去安排他们自己家人 可能需要的托育跟长照服务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人 现在在线上非常忙碌 而且是长时间的在加班 但是我们也要想到 他们自己也会有 他们自己的照顾需求 那我们能够提供这个部分 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的 这个投入防疫工作 其实才是一个当务之子 与病毒共存 相关配套乱糟糟 减少致死率防线 也拉起警报 从最新数据来看 今年1月到5月25号 中重症累计为3688人 805人过世 死亡率再提高到21% 重症死亡率更突破8成2 凸显防疫和医疗体系都出现隐忧 医师几乎国内长者疫苗覆盖率不足 必须靠PCR把握48小时投药关键期 才能压低重症率 脆弱的老人族群 是住在住属型机构里面 那这群老人 他没办法忍受说 你必须要等到病毒量很高的时候 甚至已经扩散了之后 你才开始用快晒政策出来 然后才开始给他 抗病毒用药 那针对这些特别脆弱的族群 必须三天做一次磁化PCR 我们尽早把染疫的老人找出来 或者工作人员 或者是他旁边的室友 可以尽早做保护 防疫政策持续滚动检讨 与病毒共存前的黑暗期 挑战才正要开始 TVB的新闻 罗氏鹏 戴源丽台北报道 疫情来到高原期 各县市染疫率逐渐趋于一致 有好几天甚至台中高雄的 确诊人数都比台北市还要多了 I cannot hear you 跟荧幕上的老师和同学 用英文对话 五岁的学保已经很习惯 视讯上课 班上有同学确诊 他们之前其实是有规定 小孩子能在自己的座位上玩 幼稚园里有同学确诊 确诊个案两天内都有到学校上课 全班师生得暂停实体课三天 因为他们这年纪没有办法打疫苗 所以我们能做的 就是只能增强他们的抵抗力 小朋友在学校很难避免接触 虽然都有戴口罩 家长还是心惊惊 摊开近期确诊数字 5月19号最高来到90378例 23日最低层到66283例 此外都介于8到9万之间 指挥官陈时中认为 台湾疫情曲线图不像亚洲其他国家陡峭 推估高原期会持续一到两个月 以这样的一个速度来看 大概我想大概是15% 或者到20% 可能是这一波疫情的一个上限 疫情来到高原期 全国一日生活圈 各县市染疫率渐渐趋于一致 中南部确诊数字升高 台中市长卢秀燕就坦言 现在要换中南部戒身恐惧 台北市疫情趋缓 高雄市过去有连续几天 染疫人数超过台北市 台中市也首度多于台北市 外界认为疫情出现 南北黄金交叉往中南部移动 TVBS独家收到军事训练 疫男投诉 成功领三栋梁旅 有三大寝室 至少出现20个人快筛羊 疫情延烧到军方 知道昨天第二次基底快筛 有20多元快筛羊性 有些密切接触者也陆续确诊 证明疫男5月18日 刚入营才不到一周就爆发群聚感染 一班大约15人 一到三班共用一个寝室 也就是说至少有45个人睡在一起 陆军证实单位已对此启动应变机制 匡列密切接触者 在完成个人及家属沟通后 返家居隔 持续关怀训言 以掌握人员身体健康状况 现在病毒的这个传染系数 在北部会下降 因为群体免疫的关系 接下来就会往南部 因为南部大部分都还没有抵抗能力 成功领抱群聚 虽然Omicron轻震率99% 然而一旦进入中重症 仍不可小觑 因为中重症致死率高达20% 重症致死率更逼近80% 事实上这波疫情前 台湾就出现不寻常的超额死亡现象 2021年的死亡人数 比2020年多10576人 年增率6.1% 是近十年来最高 5月26日 台湾因新冠肺炎 引起的死亡人数首度破百 来到104人 对多数确诊者来说 情诊康复就能安全下庄 但对可能引发中重症的人而言 却是不愿面对的噩梦 TVBS新闻前有响 往后与台北采访报道 快筛阳性经过医师诊断 试同确诊 而这新智上路 中医师却没有被开放加入判定 有中医师认为被忽略了 再交给作合 快筛阳试头确诊也上路了 不过现在有一些中医师 他们就认为 这是不是有些不公平呢 因为从5月26号起的 这个快筛阳性 只要是经过医师诊断后 就可以直接是判定确诊 但是却没有开放中医 那很多中医诊所 他们就说 其实看看规定 视讯诊疗 他们也有参加 另外是 他们当然也可以开一些 像是清冠这些的药物 这个是处方药 不过判定快筛阳 等于确诊这件事情 他们却不包含在内 所以中医就说 这是不是不公平呢 是不是矮化中医呢 难道说西医判断确诊会比大于中医治疗吗 那当然他们也认为 这造成一些不变哦 因为万一有些民众啊 他们就干脆自己去寻找中医的话 那恐怕这个反而会酿成疫情的黑数 他们也认为说 中医应该要可以快筛的认定 也让这些有意愿的医师呢 可以尽一份力 那当然也有一些中医师 他们不是这样想的 像是呢 就有连锁中医的公关主任呢 就说其实确诊啊 牵涉的是一些生物检查的部分 所以如果太多的新冠患者 一下呢 涌入这些呢 这个诊所的话 担心会排挤医疗 恐怕他们也很难附和 所以到底要不要加入呢 他们认为这个确实是还要再研究 那么疫情也影响到的就是 本土案例激增 让观光餐饮业惨兮兮 不少业者呢 就苦叹说 这波疫情没完没了 加上原物料的上涨 让他们经营得非常辛苦 希望政府能够帮帮忙 大火快炒 香气四溢 大厨巧手炒出一盘好菜 宁夏商圈 老四号招牌店家 过去生意兴隆 这两年遭遇疫情重疾 尤其近期这波大量 本土案例激增 客人怕忍疫都不敢来了 就算店家已经做了完善的措施 但是民众还是不敢内用 业者表示业绩至少掉了一半以上 与病毒共存的情况 加上原物料都上涨 双重压力夹击 让店家真的很辛苦 就算防疫在周全 人潮依旧不见 谈言业绩掉一半以上 业者表示疫情看不到尽头 目前只能辛苦经营 加上原物料上涨 什么都要钱 若无法拉抬业绩 对于餐饮来说 将是一片寒冬 不只我们 反正只要与人接触的产业服务业都很惨 就与人接触大家就会怕 大家就要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民一家开了26年的豆花店 也是观光商圈著名店家 不只国人爱来 日韩客也很喜欢 但疫情冲击不断 熬了一波又一波 业绩同样掉五成以上 店长表示 这是他见过最惨的一次 不少店家表示 最少三倍券还能有消费力 但五倍券 大家转往较高价位的商品 像是家电等等 商圈跟摊贩能受贿的非常少 不少商家希望能再有补助纾 帮助他们渡过寒冬 以前往年有发行一个夜市券 那是针对于摊商夜市的这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考量说 能够发行类似 之前发行的夜市券 来帮助我们这些摊商朋友 美人潮是许多餐饮业者新生 观光业同样重创 旅行公会表示 政府针对特色旅游 美团补助两万 但三纪令和疫情影响根本无法出团 看得到却吃不到观光产业惨兮兮 由于台湾出现景气反转信号 4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持续下跌1.5个百分点 来到56.3% 5项组成指标中 4个指标恶化 其中新增订单更已经转为紧缩 中金月解读 这是2020年8月以来 最慢扩张速度 最关键就是通膨 原物料价格不断攀升 加剧了民生百业的压力 像今年的花生的话 去年大概不用破百 今年大概已经要130了 那你说糖类的话 对啊 现在一包糖都要1200块以上 对啊 它的涨幅都是两三成以上 疫情延烧两年 观光餐饮早已遍体鳞伤 如何挽救找回昔日荣光 政府业者还有得伤脑筋 体育业新闻叶熊 来一名台北采访报道 越南过往是成衣协业的 制造重地 不过呢 随着越南积极在做产业转型 开始吸引科技制造业的进驻 也带动了不少外商投资 房地产也跟着蓬勃发展 住宅大楼林立 其中最醒目的就是这栋八一大楼 是胡志明市的著名地标 也是当地的商业重镇 周边房价也因此跟着水涨船高 部門部的联益率是良好 价值升降臨 工联益率是提升的 工联益率是公立的 区域的联益训络 然后价值得更加 结束的 場合价值也仍然长了 美国市的合法市的生产业 青島市的主上占 remove 核一的 这是新的一位 所以有化的行为 计划的是 向上的7,000 third km 林靖胡志明市的平洋省是台上汇集地 近幾年房市也很火熱 根據越南媒體數據 胡志明市住宅房價比去年同期成長四成左右 而平洋同奈住宅也因為需求增加 有大約6%的漲幅 大概是1000美金左右 那現在可能就是高的話 有可能到達2000美金 1800到2000美金左右 應該還不算高點 我想說應該未來會越來越貴 而越南呢 尤其是胡志明市最近這幾年 因為這個工業區 很多工業區都還沒有開始開發徵送 土地就已經被大家拚光了 所以呢 真的是出現一個一地難守的狀況 而且越南的房價人增進的投包力 比台北 比我們台灣的台北好過好幾倍 如此也吸引了很大量的投資人到越南去買房子 過往越南是成一致協業的重鎮 台商外商都到越南設廠 而如今產業也在轉型 要從勞力密集產業框架中跳脫出來 從房價上漲再到外資投資力到增加 看出越南的經濟將慢慢起飛 而台灣也有企業受到機會 成立東南亞影響力聯盟 在越南設立辦公室看好發展 香港的富豪李嘉誠 他把他的錢從英國搬回亞洲 總共宣布跟越南的萬聖發集團 投資800億美金 在越南的這個房地產的這個市場上面 那不只是房地產 還包括周圍的基礎設施啦 娛樂設施啦等等 那另外的話是金融的產業 因為一個國家當他開始的時候一定有這個金流 所以隨著他的商務金融這裡面也很快 所以這些都是說明越南的將來 在這個整個的這個商務啊消費的市場裡面 其實存在著很大的上級 近幾年工廠開始轉彎北部 而且不乏有高科技製造產業 連帶上半大樓也蓬勃興起 A級上半租金漲幅5.1% 越南似乎已經打散經濟成長第一槍 台灣過去在越南的投資呢 主要是偏重於傳統產業 而這兩年逐漸的轉到越南北部 再包括以河內為主的城市 有很多的公司 那越南展望未來 我覺得越南最大的商機呢 應該是在這個中產階級的這個消費市場的層面 所以就是也就是我們所謂的食衣住行娛樂 這些的層面 我們所謂的商業面 而不是一個製造面 隨著商業科技業人才進駐 資金增加產業升級 也將順勢帶動房地產投資更加高漲 讓越南游望成為東南亞下一個潛力信心 TV北新聞 華少平留軍台北採訪的 您有調髮的困擾嗎 醫師指出如果只是掉幾根頭髮呢 都算正常的現象 可是呢 如果持續調髮超過每天是100根以上 就要提高警覺 如果您調髮已經造成外觀的改變 已經看到頭皮頭髮的髮際線往上 頭髮分線處變寬 頭髮髮直變細 頭皮出現紅腫脫皮疼痛搔癢 持續調髮超過每天100根以上 就要特別留意 這是剛剛幫您做的這個頭皮的檢查 我們可以發現說 您在這個一個範圍裡面呢 頭髮粗細的一個落差非常的大 這是一個典型雄性突的一個表現 就是說呢 在這區域裡面呢 有部分頭髮呢 因為受到你的雄性素的影響 造成毛腦那個生長變得比較短 變得比較細 從事行政工作的曾先生 35歲 當兵時戴鋼盔 發現有掉髮的現象 現在也有落髮的痕跡 因此前來求診 一個正常的一個生長週期 包含生長期 停止期 還有休止期 所以一般正常人的一個頭髮 一個帶線呢 一天正常的一個落髮的一個數量呢 大概是一天100根 落髮的原因有非常多種 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 大部分落髮的成因不外乎 是雄性突或是雄性落髮 女性比較特別 除了雄性落髮以外 還包括了甲狀線 機能抗徑 或是缺鐵性的落髮 如果前額的髮際線一直往上 頭髮的質地也越來越細 尤其是前額和頭頂變得特別細 這是雄性突的特徵 如果某一個區域的吊髮量特別嚴重 範圍像是前臂一樣的話 則有可能是原型突 也就是俗稱的鬼剃頭 頭髮其實可以計算每天的吊髮量 如果在100根以內就算是正常的生理性吊髮 病人應該在自己覺得頭髮吊得比較多 或者是有一片局部的吊髮 或者是有大量吊髮洗頭吊髮的時候 就要警覺 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 我們要給不同的治療方式 但很多人沒有家族史 也有雄性突的機會 雄性突是最常見的吊髮原因 主要和遺傳加上荷爾蒙的影響有關 除了雄性突 另一種常見的不正常吊髮 是原型突 發生原因不明 通常和免疫系統異常有關 其實男性和女性都可能會有雄性突 事實上在女性吊髮當中 雄性突占一半以上 在男性吊髮中更是占了八常左右 主要關鍵就是遺傳基因 再加上後天荷爾蒙影響 而雄性突大多發生在20至40歲 有些人50歲以上才開始吊髮 多屬於老年性吊髮 平常也要保持這個心情的調適 因為有時候壓力還有營養的補充上 如果沒有做好也都會落髮 我們有的病人圓圖會到全頭掉光 甚至全身都沒有毛 這是對病來講是個災難 那以休止期落髮來講 它是一種壓力性的落髮 可能跟最近壓力有關 醫師提醒每天落髮的情形超過100根 吊髮造成外觀改變 看到頭皮 頭皮出現紅腫脫皮疼痛或癢的現象 因盡速就醫避免病情惡化 TVBS新聞 廖廣斌 陳盧環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TVBS跟Discovery頻道合作 透過病危動物節目 帶大家來看他們如何保育動物 麻醉槍 吉普車和一條長長的繩索 這裡是東非烏干達大草原 長頸鹿保育最前線 被麻醉槍射中的長頸鹿賣力掙扎 好幾位大男人用繩索牽制 才成功地讓長頸鹿倒在地上 好 你有得到 好 大家 這是好 這是好 飛機掙扎 鋒住眼睛用手輕輕安撫 保育人員要把握黃金9分鐘 安裝GPS定位裝置 大功告成 保育人員一個接著一個放手 長頸鹿頭一甩 站起身子 繼續回到草原奔馳 為什麼保育團隊必須掌握 長頸鹿的足跡 根據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長頸鹿在過去六年 紅皮書保育等級迅速跳兩級 從一開始無為便禁為 再升高到異為 更在七個非洲國家直接消失逆跡 而團隊的最新目標 是一頭工廠頸鹿 工廠頸鹿力氣相當大 保育人員一度拉不動 跌倒在地上 就連成功制服後 強姬的腿還不斷用力踢 對草原上的長頸鹿如鼠家蓁 保育團隊的熱情顯而易見 天一亮保育人員又開著車出發趕路 非洲草原上還有更多頭長頸鹿需要保護 TBS新聞綜合報導